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說說蓬佩奧本來在月初的時候 就要出訪日本、韓國和蒙古三國 後來特朗普忽然中了武肺 身為總統繼任人順序第四位的他 就要縮短行程趕回美國 所以只是到訪東京 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回談 現在特朗普說沒事 蓬佩奧又馬上安排行程 馬不停地創造外交成果 在下星期他將會連同國防部長埃斯柏 到訪印度首都辛德里 出席和印度的年度會議 而副國務卿比根就一早做了先頭部隊 抵達當地籌備一切 究竟這次會議是談些什麼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印度駐美國大使桑德胡 在出席一個場合的時候就被記者問到 現在中印關係相當緊張 桑德胡就強調 說亞洲的強國之間 是有著強烈的歷史聯繫 其實這個答法也很巧妙 無疑就是把印度 放進了強國的行列 至於談到美印關係的時候 桑德胡就說 希望蓬佩奧和埃斯柏的到訪 就可以使得美印的友好關係持續升溫 而且他還說希望雙方能夠討論 促進防衛的合作 議程就已經放在桌上 而蓬佩奧在上星期才出席完四方會談 下星期又說要到訪印度的辛德里 明顯這次的行程就是要拉攏印度的支持 蓬佩奧在出席霍氏新聞的採訪當中就提到 說印度人在北部的邊境 看到有6萬名的中國士兵壓境 而且他還說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面 看到美國向中共屈膝 任由中共欺凌 蓬佩奧就說 這一種的做法 只會鼓勵大陸的不良行為 而美國的反擊 就是希望大陸明白到 美國是認真地 想使得大陸付出代價 蓬佩奧還說到 蓬佩奧說通過對抗 是希望可以改變得到 中國試圖傷害美國的本質 蓬佩奧的這番言論 措辭就非常強硬 而且也是為著未來的美印戰略合作 定了調 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對抗中國 這個說法其實也反過來引證得到 之前有個傳聞就說 美國要建立亞洲北約 當然蓬佩奧口中的就是 四方會談的機構化 其實也是同一件事 那一定是勢在必行 當然這個大前提就是 特朗普要在這次大選當中勝出 如果是由拜登當選的話 恐怕特朗普時代的政策 就不會得到延續 即使是奧巴馬執政的最後一年 他就搞了一個所謂TPP 出來 後來特朗普時代就退出了 人家就改造了做CPTPP 中文就叫做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定 其實奧巴馬搞這件事出來 他的目標也是為了圍堵中國 不過他的方式就是跟很多不同的國家簽訂一個自貿協定 但是特朗普就更加傾向採取一些主動和直接的方式 即是發動了中美貿易戰 所以就算有些人認為 對華強硬就是兩黨共識也好 在實踐方面都可以有很大的落差 故此所造成的客觀效果也會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這個兩黨共識 目前來講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未經考驗 是流於空泛 對於蓬佩奧宣稱 說大陸有6萬大軍在中印邊境部署 中方就沒有回應 但是在昨天 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 時政部所主辦的微信公眾號 就曝光了解放軍新型的可拆式 保溫方艙 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具備了官兵自建和能源自足的功能 適應高原環境 可以在-55度和海拔5500米高的區域正常作業 並且已經落戶到高原的邊防部隊 一般就相信保溫方艙就已經在中印邊境那處投入使用了 就是說這些保溫方艙就很像駕駛堂 但問題就是 印度方面沒有類似的設施 因為印度的軍人根本上就不需要用得上這些東西 印度的軍人就是採用當地的人士進入精銳部隊 反而大陸為什麼要搞這些保溫方艙呢 因為他就不是請回西藏人當兵 他就在各省那處 找一些漢人走過去住宅 所以肯定就是不會適應得到 當地的極端和惡劣環境 因為這些動土地帶一早就已經是被評定了 不適宜人類居住 所以比較起來 印度軍人比起老解 就會更熟習當地的氣候和環境 因為人家從小住到大 另一宗重要的消息是什麼呢 就是根據印度時報報道 說美國和印度將會是簽署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 用作就是提升印度導彈的打擊能力 為什麼提升得到呢 就是因為簽署完這份文件以後 就會使印度 能夠利用得到 美國的全球地球空間地圖 為他們的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 提供引導 而這個文件 亦都是印度賣向採購美國 MQ-9無人機的一個 重要步驟 因為這些無人機所使用的 正正就是這套全球地球空間地圖系統 如果沒有這套系統 基本上是操作不了的 除此之外 印度方面 試射導彈又獻新油 在過去一個月 印度已經進行了四次新型導彈武器的試射 而且四次都是成功了 印度國防部長新格就證實了這個消息 而且他還在Twitter上 對於這個導彈的成功發射 表示祝賀 若然印度真的在邊境那邊掌握了制空拳 大家就會看到 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疆之間的衝突 正正就是制空拳之戰 若然掌握到制空拳 基本上 另一方就是捱凸 當然我們看到 大陸的軍演都很架勢堂 出動了很多地面武器 但是在西藏軍區那些軍演當中 暫時見不見得到一些 防空設備 或者是一些空軍的設備 那又好像是未見得到 主要都是地面部隊 到底大陸是會怎樣來應付呢 就未知 不過《環球時報》那篇報導 就大致標題寫著要警惕了 最後就說一下印度的大選 美國大選 兩黨在對華政策方面 鬥強硬 而在印度也是不枉多樣 印度的在野黨國大黨 那個領袖就是拉胡爾 他就批評現任的總理莫迪 對於中國侵犯印度邊境是沒有辦法 他還說如果由他來執政的話 印度的軍隊可以在15分鐘之內 將中國從邊境擊退100公里 當然這位拉胡爾打嘴炮就很厲害 實際上由他來執政的時候 又會不會做到呢 這個就是另作別論 就需要時間來驗證 等同於當年 克林頓上台的時候 說對華貿易人權是很重要的因素 結果大家已經看到了 歷史說明了一切 做之前很多人都說 托塔都答應你 個個都說自己是潮概 但是做不做得到呢 這是另一回事 至於 印度執政黨方面又怎麼搞呢 他們又不執書 因為 中國駐印度使館警告印度媒體 在報導台灣雙十的時候 這件又說不行 那件又說不行 搞到有部分印度人就相當反感 而且還指責 這種行為 等同於干預印度的 新聞自由 於是 印度執政人民黨 在德里黨部的發言人巴加 在深夜時份 去到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外邊 張貼了一百張 祝賀台灣國慶日快樂的海報 巴加就說這個做法要讓中國知道 印度和台灣 都是不受專制所壓迫的 他做了這些行為 擺明就是 太歲頭上動土 或者叫做 老虎頭上釘塞 其實我們都說過 大陸的反應很多時候都是無厘頭的 而且所出的效果往往就是適得其反 你作為駐外的大使館 有什麼可能寫封信去別人的媒體 指引別人去怎樣做才行 你沒有眼屎乾淨盲就算了 你又不是 你又要表忠 又要表態 所以往往就會出現這些奇怪的情況 本來無一物 怎麼會有人去貼這些海報才行 就是你叫他不要做他就越去做 就是擺明不給你 當政治人物知道對華強硬是有選票的時候 他就猛做 如果中國駐印度使館不出信的媒體 我就相信這個巴加都未必會去貼這些海報 所以 這些東西很多時候就是他們自己拿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